美麗人生重新開始 美麗人生重新開始 很容易造成心理傷的負面影響 為了使各位能更加正視心理健康 避免憾事發生 連江縣衛生服務局 特別舉辦心理營造 讓我們一同宣誓 成為心理健康守門人 陳如剛遲疑介紹 因為最近的疫情這段時間這麼長 確實不管在身體上也好 還是心理上也好 有個機會可以介紹 長期跟我們這邊的 特別再提到一下 我們這邊很多需要 尤其心理上也寫入的部分 這幾年相對我們其實非常非常多 止痛藥吃進去就不痛了 可是心靈這種折磨 如果說今天心理上不適合 就這樣碰到一些 那我這幾年也好 也碰到連續碰到幾個家人也去 真的是深痛感受 那種折磨也是24小時 沒有辦法用止痛藥 那種折磨的一種想法 在這個或許 或許很多人也類似了這種 發生過這種家人 或者朋友 身邊周遭的 自己所心愛的人 也很明確 我想難免人生 身老病死被患了很多會 可是我們專家學者 從影片開始介紹 到結束之後 還會有一個檢討 我想這方面 好像也很少這種影片的方式 來更具體地呈現出 怎麼結合我們這個影片 來治療我們自己的心理上不適合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歷史長給我們的勉勵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各位長官 已嫁到台前 我們來做所謂的心靈健康領帶 我們第一年第二年到第三年 如果您三年都參加 待會我們會有獎 我們會歡迎你感謝你 那我們一起來討論這部影片 那我們三年來呢 非常謝謝我們幸福的長官 我們衛福局 非常辛苦的每年都在辦好很多地區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義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 我們在今年開始 我們有比較常駐的心理師 慧榮心理師 那所有的個案呢 也都是在這一年 自己的慧榮心理師 也都能夠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活動就正式開始 請大家進入到這部影片 雖然很新的一部影片 然後還一彎彎的一部影片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思考 如何面對災難過後 以前最有名的叫做明天過後 但是今年最新的是 非常新年未不尋 非常用心的 能夠拿到這一部影片的公播片 這應該是在台灣地區 非常非常少剛開始的一部新的影片 就在我們的馬祖 我們健康心靈的一個導路 來播放這部影片 那歡迎大家開始 我們就進入到影片的賞息的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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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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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就很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